今天和你分享 商人最深的永远是这两个字 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年轻人 他非常优秀 可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经常对别人出言不逊 他的父母和朋友劝他 他总是说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几句话吗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禅师 年轻人对禅师非常不尊敬 大家都在指责这个年轻人 但年轻人却振振有词地说 不就是几句话吗 我向他道歉不就可以了吗 禅师听了 微笑着对年轻人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好多人包括这个年轻人 都围在了这个禅师的旁边 听禅师讲故事 有一个人从深山里 捡到了一只小狗熊 并一直养着这个狗熊 有一天 这个狗熊把邻居家的一片玉米糟蹋了 邻居找上门来 他很生气 拿起棍子对着狗熊就是乱打 而且边打边骂 畜生始终就是畜生 我白养你了 打完后 他把狗熊赶出了家门 第二天他后悔了 可是狗熊已经走进了深山 他很后悔 可是再也找不到狗熊了 一次上山打猎的时候 他碰到了一只老虎 手无寸铁的他想 糟了 这次死定了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等待命运的审判 突然 他听到了搏斗的声音 睁开眼睛一看 原来是那只狗熊回来了 狗熊把老虎赶跑了 他高兴地上去 爱抚着狗熊说道 太好了 上次我打了你 还疼吗 你跟我回去吧 狗熊说 早就不疼了 可是你说过的那些话 却还在让我疼 而且很疼很疼 狗熊说完 头也不回 就回到了后山中 禅师的故事讲完了 大家都在感叹 说过的话 竟然会有这样大的伤害 可这个年轻人 依然不屑一顾 不以为然 禅师又从口袋里 取出了几颗钉子 对年轻人说 你把这几颗钉子 钉在树上吧 年轻人按禅师的话去做 把钉子钉在了树上 回到禅师身边 禅师又对他说 你去把钉子取下来 年轻人有点生气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回到了树下 准备把钉子取下来 年轻人费了半天的劲 用各种工具折腾了半天 才把钉子取下来 禅师来到了年轻人身边 用手指着 那个钉子留下的痕迹说 就是拔出来 那又能怎么样呢 树干上不是还留下了 深深的伤痕吗 就像那个故事里的狗熊一样 虽然棍子留下的疼 早已消失了 可是那个人说过的话 对他的伤害 却是终身难忘的 禅师又看了一眼年轻人 接着说 对别人有所伤害的话 就像钉子一样 尽管你能取回来 可是你留给别人的伤害 就像钉子留在树上的疤痕一样 是永远消除不了的 年轻人听了 恍然大悟 他说 我现在终于明白 出言不逊 对别人会是多么深的一种伤害 谢谢大师的指教 禅师听了 点头称是 然后飘然而去 世界上对别人最深的伤害 永远是语言 当我们对别人出言不逊的时候 也就是把钉子 钉进了别人的心中 而且这样的伤害 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请记住 说是一种能力 不说是一种智慧 首先 急事慢慢地说 遇到急事 如果能沉下心思考 然后不急不躁地 把事情说清楚 会给听者留下 稳重不冲动的印象 从而增加他人对你的信任度 第二 小事 幽默地说 尤其是一些善意的提醒 用句玩笑话讲出来 就不会让听者感觉生硬 他们不但会欣然接受你的提醒 还会增强彼此的亲密感 三 没把握的事 谨慎地说 对那些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如果你不说 别人会觉得你虚伪 如果你能措辞严谨地说出来 会让人感到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四 没发生的事 不要胡说 人们最讨厌 无是生非的人 如果你从来不随意意测 或胡说没有的事 会让人觉得 你为人成熟 有修养 是个做事认真 有责任感的人 五 做不到的事 别乱说 俗话说 没有金刚钻 别懒瓷器活 不轻易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 会让听者觉得 你是一个言必信 行必果的人 愿意相信你 六 伤害人的事 不能说 不轻易用言语伤害别人 尤其在较为亲近的人之间 不说伤害人的话 这会让他们觉得 你是个善良的人 有助于维系和增进感情 七 伤心的事 不要见人就说 人在伤心时 都有倾诉的欲望 但如果见人就说 很容易使听者心理压力过大 对你产生怀疑和疏离 同时 你还会给人留下 不为他人着想 想把痛苦 转嫁给他人的印象 八 别人的事 小心地说 人与人之间 都需要安全距离 不轻易评论 和传播别人的事 会给人交往的安全感 九 自己的事 听别人怎么说 自己的事情 要多听听局外人的看法 一则可以给人 以谦虚的印象 二则会让人觉得 你是个名士里的人 十 尊长敬老的事 多听少说 年长的人 往往不喜欢年轻人 对自己的事 发表太多的评论 如果年轻人说得过多 他们就觉得 你不是一个尊敬长辈 谦虚好学的人 十一 两个人的事 商量着说 夫妻之间 最怕的就是 遇到事情相互指责 而相互商量 会产生共情的效果 能增强夫妻感情 十二 孩子们的事 开导着说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非常叛逆 采用温和又坚定的态度 进行开导 可以去让孩子 对你有好感 愿意和你成为朋友 又能起到 说服的作用 水深则流缓 雨迟则人贵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 学说话 却要花数十年的时间 学会闭嘴 共勉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 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